進來的時候有問過老闆為什麼要選我 老闆說因為你漂亮 然後我就說 哇!我好小生氣喔! 比起來因為你只剩這個可以講啦 對! 這不算是一個就是值得驕傲的地方 因為就代表我沒有任何材質 這個是國王的主持人 你知道國王的新衣這樣 哈囉!你們好 哈囉! 哈囉!大家好! 我們是姑娘放肆 我是英東 我是Yuki 我們今天又來新的一集 來!叫自己家吧! 我們的來賓 林瑟琪小朋友 大家應該都不陌生 就是前幾集在那個外景挑戰 就是請到她 就是她的 欸!那時候有一個片段 就是大家在底下留言說什麼 我在瞪她什麼的 我本人在此澄清 那不是意外 這是日常 欸!我沒什麼問題想問 啊!怎麼這樣 4年經歷了很多了吧 無話可說 欸!我剛才第一題就是要問你 你是加入4年是嗎? 啊!對啊!4年 那你當初怎麼會加入啊 對!喔!這種發辣的問題我還是得問 一開始其實是 因為我不太會跳舞 我就是喜歡參加那種校園活動 剛好在校園活動裡面認識一位學長 然後他以前在統一球場 當那個打工的 工讀這樣子 然後他就剛好 傳了那個徵選給我 他就說 欸!你不是很喜歡看棒球 因為我們也一起跳舞嘛 這樣 所以這應該是你 畢業後的 第一個工作對不對? 對!但是我在畢業前就進來了 但其實我那時候交報名表交得很趕 最後一天嗎? 我有印象妳的報名表滿後面的 對! 我就是拍了一組很奇怪的照片 對! 非常素非常素的一個素人 而且你是在家裡白牆嗎? 不是不是我在學校 就是在走廊上啊 對!學校什麼走廊上就這樣給我亂拍這樣子 因為我就是很怕我交的照片過不了 所以我就是請我朋友在那邊幫我拍 正面 然後 照片 然後背面 然後全身就是這樣 我看到那個報名表 反正我就對他的照片很有印象 因為我想說這個人是正常的 還是不正常 跟大家講 有沒有 有時候收報名表 真的蠻多 看起來很不正常的 我這樣講好像有點不禮貌 但是就是有很多看起來照片就是 會覺得這個人 怪怪的 老闆當初叫我來復選的時候 就是為了要看本人 對! 因為我就是覺得他怪怪 然後我記得那一天就是我還很記得老闆問我一句話 他就問我說 你50公斤喔這樣 然後我就說 嗯 他說嗯 看不出來 但是我不知道你是覺得我很胖還是很瘦 他應該是覺得你本人很瘦 對!應該是 而且正常其實履歷上面不會寫真實體重 對! 我跟你說 因為我那時候進來的時候 我真的就是完全照著隔世走 就是那種設室衛生那種 對啊 就怪怪的 而且我從來沒有在類似的圈子裡面 就是有出過活動 還是什麼 那你真學的時候很緊張嗎 很緊張我超級緊張 而且只有我跟九一 你是看到我緊張還是看到魚哥比較緊張 我看得到九一最緊張 好像九一 因為九一超厲害 就是他就是那種街舞人啊 就是很會跳舞這樣子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老闆都問了同一個問題 就是你這支舞學多久 嗯 然後我那時候是說我學了一個禮拜 你是不是跳K-POP 對我是跳K-POP 然後九一回他說 蛤 我學一個小時 不是 九一說 昨天才學 因為他說他前幾天學校的那種活動 商演表演 他昨天才剛學 但他回答也很拽啊 因為他後來好像不知道聊到什麼 老闆又有問他說 你是會有在教課然後編舞 然後他就跳了一段他自己編的舞這樣子 對所以到當時候就是老闆跟魚哥都超級喜歡他 我就是很像是表演完就走的那種 哇這真的是死定了這樣子 那時候分北部跟南部徵選 南部就只有他們兩個 然後九一把還是要去北部的 那因為卡到他什麼也是 就是學校的 所以他就跑來南部 所以就只有他們兩個 而且重點我還是被選一喔 真的嗎 對我是被選一 然後 那是因為你不會跳舞對不對 我不知道 因為我後來進來的時候有問過老闆 為什麼要選我 老闆說因為你漂亮 然後我就 哇我好想生氣喔 比起來因為你只剩這個可以講啦 對 這不算是一個就是值得驕傲的心動 因為就代表我沒有任何才能 聽起來還是很想生氣不知道為什麼 但其實我那時候也真的是抱著一個 試試看的心態 就其實我對這個行業並沒有憧憬 我以前就是喜歡看棒球 然後覺得拉隊很漂亮 但是我對這個行業並沒有憧憬 我就是喜歡棒球 這樣 那你進來就是壓力很大嗎 一開始超大 因為我聽說 女生團體勾心鬥腳啊 然後聽說過很多什麼 童醫師就是很會跳舞啊 你不會跳舞可能會排擠 就那種小到風聲 但真的都不是 大家講那樣 對因為我不認識這個圈子裡面的任何人 就算我現在進來四年 除了自己的團員 就是跟其他隊的人 真的也都 其實也都還認識 我覺得他 他雖然外表就是這樣有點人來瘋 可是其實我覺得他是一個蠻 害羞內向 我很慢熟 所以可能跟別的女孩一起出去工作 他是屬於比較 我也躲在他旁邊 因為我很怕講錯話 然後我也很怕躲嘴別 妳的確是該怕 沒有我剛剛講話都很 我一開始跟你講話也很禮貌好不好 妳那時候進來有覺得我們長得很恐怖嗎 沒有 沒有我沒有這樣覺得 所以妳那時候剛進修理室 妳有不敢跟大家相處 我不敢啊 但因為一開始我們就已經有在教室相處了 就是練舞啊什麼的 大家都也是算蠻熱情的 就沒有覺得他們很恐怖什麼的 只是我自己壓力很大 是因為大家都很會跳舞 而且大家好像都認識 就知道妳跟九一是算蠻新的 對 但是因為九一本來就是一個自來熟的人 所以他很快就可以認識大家 但是因為我就是比較慢熟 我會覺得自己很孤單 有我記得那時候好像就是Mia 自己主動跟你比較好 然後妳跟其他人都不熟 但我那時候真的也很感謝Mia 因為他那時候有跟我說 他當初進來的時候也是這樣跟大家很不熟 不是同一個圈子 所以他看到我他就很想幫助我這樣子 所以我也很感謝他 我病倒不適合這種感人來說 謝謝你 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沒有進大大隊 你會做什麼工作 欸對我真的沒有想過 蛤 因為你念什麼科系 因為我念的科系 他學的東西比較多元 他就是有點像是讓你在裡面 找到你喜歡的東西 然後去做 喔有啦有啦有啦我想起來了 啊你不是想要做婚紗嗎 婚顧婚紗婚顧的這種 就是我對這個還算蠻有興趣的 實習的時候也是找婚禮顧問的這個 啊婚紗店我是去婚紗店實習 就是那時候紀元巧合一下進來啦啦隊以後 其實一開始也沒有發展得很好 因為我一進來就是疫情什麼都沒有 是這兩年慢慢進入正軌 然後一飛沖天 沒有到一飛沖天 慢慢的有越來越穩定這樣子 他現在是可以當我的正直 然後慢慢的走下去這樣子 那個等一下我要先講 就是說處罰的部分 就如果他等一下回答的過程當中 如果我們不是不是很滿意的話 我們今天回到租廠 因為前幾集我們都是在外地 很臨時的找場地 所以我們的處罰有寬容很多 給那些來賓一些 對對對 所以今天要回到租廠 一樣是我們健康步道 但是呢 他本人有一點被虐傾向 本來我們想說就跳繩就好 他要加沒關係 他要不拉絕 所以他就兩個都來 他說好啦 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如果有任何 他回到不滿意的地方 就要處罰了好不好 好 那我要再問 好 那你前陣子是不是想要 對老闆提出什麼 什麼 就因為前陣子 我們兩個很多工作 剛好是重複的 就是我們那時候 發願的時候 又去西武師 又明清賽 他又有在跳B8 然後他其實那時候 每天就是在低潮的狀態 因為他就覺得他的舞 真的是練不完這樣 就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真的會 每一件事情都想要做好 但是對我來講 因為我都已經是表演者了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是很基本的 是沒錯 就是我連工作的時候 都沒有辦法把基本做好的話 那我也會覺得 我很對不起自己的工作 而且我覺得 你也不想要人家講說 欸你是不是在混啊 或是什麼幹嘛這樣 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進來的時候 跟大家的落差太多了 就是大家都會跳舞啊 就是舞蹈地址很深的那種人 但我就是光靠一個 外表進來的人 所以我不希望大家覺得 我是一個沒內容的 我並不是長得特別完美的女生 所以 對 不是 就是 對 我已經沒有到那種很頂點的 如果完美的話 我就不會在這 對啊 但是我覺得 他裡面竟然有變漂亮的 我覺得有變漂亮的 沒有到改變很多了 沒有改變很多 其實他竟然就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那Joey是屬於變化很大的 Joey是變化很大的耶 現在是訪問他 請幫他上一個他第一年的照片 欸 你敢說別人啦 燙Yuki 你們看看 是不是就是會翻白眼 而且其實在球場 很多人會把我們兩個搞錯耶 超容易 妳是不是也覺得不像 我們兩個也不懂哪裡像 我覺得應該是眼睛 因為我們眼睛蠻像 就是我們都是垂垂的 但我的是假的 它是真的啦 假的是什麼意思 沒有 我縫出來的比啊 而且再就可以問到一題 因為有先改好了 新的朋友還不知道 妳為什麼會叫色漆 因為跟他本名 完全沒有任何一個安置 韓國團體裡面的一個成員 然後他叫色漆 是二生漆這樣子 我是朋友跟我說 我長得很像這樣 然後後來我自己去查 那時候還沒有縫雙眼皮的時候 是真的蠻像的 可能參加學校活動 我就也不知道要取什麼 綽號 因為我從小到大是沒有什麼綽號 那種人 因為他的字是特別的 但是給你們唸起來不好 超菜其他 對 菜其他面 很多叫文文吧 但我就覺得文文很不適合拿來表演 那我什麼是漆啊 就是我以前是叫色漆 我用他的名字 我那時候就是一個很 一般的大學生心態這樣子 但後來呢 就是進來以後 其實一般人也不會去用一個 就像 哈囉大家好我是 Lisa的這種 會吧 誰會用啊 會吧 不會 我是G15 沒有啊 好怪喔 是因為那時候大學要表演 然後他們都一定要一個人取一個名字 不能是本名 真的不知道要取什麼名字 就隨便取一個 我也覺得超白癡這樣 然後我就直接把那個名字打上去 所以我從此之後 那一群朋友真的都只叫我色漆 就是沒有人會叫我本名 叫久了也習慣 然後後來進了拉拉隊以後 老闆就要取一個名字嘛 我就不知道能取什麼 我就很想取一個很簡單的 例如那種什麼Wendy啊那種 很簡單的那種那種英文名 英文名字 對 比如Yuki啊 Yuki 那種很簡單的英文單字 Jenny啊 但老闆就說那個名字對你有故事吧 奇怪我記得有時候老闆怎麼都沒跟我講這些啊 嗯 對餒 對啊他可能是看心情講的 沒有在關我要取什麼名字 不是因為你本來就好了那個名字啊 對啊 它是沒有名字 所以我就有跟他講說那你要取的方向 是因為以後都會用到 然後你不能後悔喔 什麼之類的 因為我的IG那時候是打色的 然後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這樣子 然後但其實大家都唸色七 只是不會有人唸我色七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不要抄襲別人好了 因為我就有跟老闆說 我的綽號是這個 但是因為那是別人的名字 我不想用 但老闆就說 但是你長得很像的話就沒有關係啊 用一下會怎樣 有 我要這樣講嗎 有 你就這樣跟我說 你就說那對你來講有意義就好啊 其實我那時候也覺得 這個人你知道很怪喔 我那時候就想說 他這個可以當名字嗎 但後來我想說可能是我太老了 你知道就脫離二十七 你的腦海招的名字是 譬如說 Visa 千里 德某 夏淑芬 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那些 對就是會覺得 這個名字是對的嗎 突然後來想 好像現在K-POP或是韓流 都是一件很奇怪的組合的名字 我想說好啦應該 真的很酷這樣子 對 他其實私底下是一個小迷妹 對 我是一個追星仔 大迷妹 我是大迷妹 而且追的都很冷悶的 是嗎 沒有 沒有 是我覺得 是我們覺得很冷悶 是我們覺得很冷悶 因為就是 現在大家台灣可能就只知道 Blackpink 這種很轟轟的團 幹什麼幹什麼 就是只知道這個啊 對啊 就是年代要收我以前的 對啊 但Blackpink把就是現在的 潮流區 主流 還有那個啊 BTS啊 BTS 不算是 對不起 是啦 是啦 怎麼樣 我就只要這些了而已啊 比如說什麼 Wonder Girl啊 什麼 就贏錢啊 這少女時代嗎